好飽 好飽 這裡拍下去好像石頭一樣 你有沒有感動 我催好頭的話我是不會吃 但如果我不催頭的話就一直吃 為什麼催好頭不吃的辣魚 你嚇驚了我 又是豬軟骨 是軟骨 因為我上次看到你生吃那支豆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Hello EG 這次是觀眾投稿的煎餃子小店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竟然在我家樓下 所以我在拍這影片之前 自己去試一次 平時我就不吃餃子 吃完之後都覺得好吃 可以推介一下 只有我一個說當然不夠 所以今天都找了個特別嘉賓 好久沒見了 有多久呢? 大概一年了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 有什麼人一年才會見一次 傳統文化一年見一次 對 是遠房親戚 是遠房親戚 我們已經去到遠房親戚的地步 這次就找你不是吃壽司 吃餃子 這個絕對是我自己的最愛 紅珍一來的時候 我們很開心 可能是任何的話題 還有你做任何東西都需要 先拍下它 你吃第一塊 還有你吃完第一塊 吃第二塊的時候 你已經吃得出個分別 所以是不應該花時間拍下它 它就是洋蔥牛肉餡蛋 正在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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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吃 是嗎? 它下面的皮 不是很脆的嗎? 所以就是一定要在來的一分鐘之內吃到 起碼要吃到第一口 要不然你就會錯過了最醒的時候 很弱 好 但是你明白我為什麼這樣說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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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吃東西這麼快 太好吃了 我自問已經用了全粥去吃了 我平時吃東西很快 因為我今天還沒吃東西 所以我很餓 OK 但是你有朋友說過你是肥皮膚體質嗎 我試過有個朋友醋味 醋味 醋味? 是這樣的 可能離不完食物 然後之後 他去了廁所 他就沒有了 他就喜歡很冷靜 但是我就是吃完 一吃完之後就趕著離開 你個人這麼心急 對我個人很心急 可以最快吃一個快餐 就是一個Burger 一個全條是五分鐘內吃完 你喝起來 好瘋喔 和你的外表是很不合的 這件事 我覺得它的皮很薄 而且它的肉很汁 不過小心吃的時候 會很容易辣 是我不好的 我叫你在最熱的時候吃過 但是因為它的皮 它下面其實是脆到 開始有些很近餅乾的感覺 我試過擺 譬如我擺它五分鐘之後才可以吃 那個脆的感覺就減了很多 所以一定是這個時候吃的 我平時也是那些 不可以吃熱的那些人 你吃到熱的嗎 我吃了熱的火鍋 然後你一熟就馬上放進去 嘩 不好意思 永遠都想不明白 為什麼它煲湯 然後又有糖 一日不滅 啊 還未夠 我想想那一刻是怎麼做到的 但是 這個我就算冒著給它肉親的風險 我都一定要在這個時候 一來馬上吃 是不是還有羊肉 我看到它好像有吃飯 要不要試一個 好好好 可不可以要羊肉飯嗎 我們吃麥魚餃 這個是本身最想馬上試的東西 坦白說我個人認為它很像石頭 我覺得它很醬 好像有很多餡 試一下 好 嗯 好吃 我自己覺得很重蜜魚味 我覺得麥魚的皮 都是用麥魚汁做 然後又有些麥魚滑 整個餃子都很大 就是麥魚的味道 我都很喜歡吃 因為我很喜歡吃麥魚滑 哦 即是打火鍋那些 但是它通常都是白色 就是因為它用麥魚汁去做 嗯 所以它就整個黑色 對 剛才我有問老闆娘 她說這個皮是自己搓 餃子都是自己包 而且它的皮的厚度是適中 因為山東人 現在是山東的餃子 山東人的肉皮會比較厚 但廣東人喜歡吃過皮的 可能就會變成厚度適中的餃子 所以我覺得都挺好吃 我來的 我其中一個 我這次找他過來的原因 其實我平時很少吃任何中式的餃子 我很喜歡吃中式的餃子 我想問你有什麼顏色的餃子 是不喜歡吃的呢 很羨慕 對 所以我是決定找他過來 因為他過來 是可以令到你知道更多的東西 這是蜜魚瓷齊餃 瓷齊的意思是 什麼 什麼 蜜魚瓷齊餃 然後它的意思是馬蹄 但是有個老闆娘說 很多香港人不知道什麼是瓷齊 本身的菜單是蜜魚瓷齊餃 就變成蜜魚馬蹄餃 哦 然後我覺得蜜魚在裡面 會很彈 配合馬蹄脆腸的餃子 對呀 它說了我心裡想的東西 它這個是賣了一團 43分 有個讚好 是不是特別好吃 即是推介 嗯 那有趣 因為剛才這個牛肉餡餅 我以為它應該要貴一點 但是牛肉餡餅30元 比馬蹄餃還便宜 而且它試吃的 嗯 而且它說要即叫即做 要等20-25分鐘 所以常吃就要吃 如果你很趕時間 即是如果你像他那樣趕時間 屋間有點飽 我也是 你看我們穿很多東西 這個是醉雞卷 剛剛問了老闆娘 這個醉雞卷 即是自己買一塊雞扒 然後之後煮一些卷 再浸一些花雕酒 而且它的酒 是它自己調出來的酒度 所以應該會適合我們廣東人的口味 而且我看到它每一粒 都有超多粒的杞子在 我一直想問你這粒是什麼 什麼 為什麼你沒有喝過那些涼茶 不是啊 我以為它是 淘膠甜品裡面也有幾種 不會看進去的 我以為它等於壽司的草 那個分隔草一樣 就是吃之前拿走 你驚訝了我 它中間還有一隻蛋 吵架蛋 如果這麼多人一起吃 它是軟的 當然它不是太軟 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它可以再畫 嗯 它的酒味沒有蓋過了它雞肉本身的鮮味 它不是很苦 因為我之前吃過一些最佳的店 它們的酒很濃 很苦 因為我自己不是很喜歡喝酒 太濃了 我不會再想吃 但這個聞起來很濃 酒味 但它的酒味調得剛剛好 我覺得 我已經想退居幕後 這個影片其實可以不直接拍攝 你 因為我個人有點麻煩 就是我不喜歡吃自己鮮骨的雞 這個我覺得不麻煩 有什麼麻煩 我真的很支持你 因為我平時 菜單位叫 我應該會知道是要鮮骨的海南雞 或者最夠是不會叫 因為我還是不喜歡鮮骨 我也是 我覺得很麻煩 那你會不會吃蝦的 不會我回家才吃 為什麼回家才吃 因為我把蝦會撕給你 我也是 我也是要有人撕我才會吃 但我很公道 我覺得蝦是好吃的 那些要捏骨的東西都好吃的 沒有人幫我撕 那我就不吃了 中式的蝦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我很怕昆蟲 蝦和昆蟲是一樣的 蛤? 蛤? 哪隻昆蟲是蝦那樣 有殼 很多腳 有鬍 你會想起的是什麼 是昆蟲 是昆蟲 但是 you know what? 蝦也是這樣 蝦是彎 蟹是彎 蟹是彎 你的項目是昆蟲不會彎 可能我 是不是 我可能不怕昆蟲 你不怕昆蟲嗎? 你不怕昆蟲 神經病 你又不怕昆蟲吃 又吃這麼快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雞子 我聽過雞子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樣子 很正常 你問10個朋友 雞子是什麼樣子 你看他會答不回答你 不是 你問10個朋友 這顆是什麼 不如你問一下觀眾 知道是什麼 不行的 這樣就沒用的 他們一定是傻子才不會 這個就是淡淡麵 我上次吃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吃 所以這次就一定要再點 有一個提示給大家 老闆是經過不同的客人 給人意見之後 最終他調了一個濃度出來 如果懂得吃的人 會怎樣做呢? 如果你想的醬比較濃 可以跟老闆說 我湯要少一點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濃的淡淡醬 我上次吃完了 我這次先給點一些便宜 讓我可以有些話說 就是它的麵是十分掛汁的 一會兒你會感覺到一吃下去 整個口都是醬 不是 我可以不說的 我一定 可能沒有人想聽到這個麵 有的你相信我 它好像加了那些蝦 那些小小粒的蝦 蝦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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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相信我吃東西上的任何物質 我加了蝦乾 那個湯好像有一點點鮮 它的醬是結到這個樣子 很濃郁的花生味 要看個人是否真的很喜歡 這麼濃的花生味 才會怎樣 我覺得 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剛剛相反 不是很喜歡超濃的花生味 那你就點多點湯 因為我上次吃完之後 其實我決定要點一個更濃的版本 對我來說 你吃什麼 嗯 我是一個吃辣很差的人 嗯 嗯 我會覺得這個麵 你會知道它是有辣味 但是它完全不會辣到你 因為它的辣味 你吃了第一口就有了 是吃完一口之後 你吞了 然後舌頭又少少 那一口 不過我自己很喜歡吃花生醬 所以我喜歡的 嗯 不過我會上氣 那你應該是我上次來的那碗 因為我上次來的那碗 對比這個的話 其實適中一點 是很貪心的 我都喜歡吃蛋蛋麵 就是每次去吃上海菜 都會是上海酥炒和蛋蛋麵 還有我嘗試 我上次去做 然後 然後 如果呢 如果是失敗的 因為我是那些很沒意味 什麼都放 但是你下次煮東西 你可不可以拍下 如果你真的這麼沒意味 我覺得有很多人想看 應該會很好笑的 是啊 就是了 黑糖黑醋排骨 它是可以好像配蛋蛋麵吃的 這個蛋蛋麵有點稠 這個應該是蒜 不知道 夾起來不好吃 我剛才還沒吃 所以我還要混在一起 偏甜的 喜歡的 嗯 就是它不是很酸 不酸 我覺得很酸 黑糖黑醋 所以就 黑糖味比較濃 也不會沒有那些醋味 它這個肉質是比較硬 身一點 因為外面 我吃過的會煮到散 把肉都散開 嗯 但它這個又不是 嗯 怎麼算了 Haley 這個是鑽骨 應該不用鑽骨 就這樣咬 就這樣咬 對,嘗嘗嘗嘗 是可以的 你沒試過 怎麼說好呢 混蛋說完話會被人笑 遇到這種硬度的東西 我不會純粹咬 我第一時間會脫掉 又是豬肉骨 是肉骨 混蛋 我覺得人家很震驚 你直接告訴我 是OK嗎?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上次看到你生吃的 那枝豆 這次你不知道 那枝豆 是可以上吃的 那枝豆 其實我要澄清 反正也有個機會 我是以為它是荷蘭豆 哦 是 它的樣子看起來 是像一條大的荷蘭豆 所以就 通常都連來吃 嗯 嗯 嗯 因為我膽量自己會覺得有點膩 配合黑醋骨 好像酸酸甜甜 再夾一個比較膩的 我覺得挺適合吃法 嗯 而且這個我覺得挺開胃 剛才你不是很飽嗎? 這個我們剛才吃了很多餃子 已經很飽了 幸好我們做了這個開胃小菜 說開開胃小菜 它這個麻辣菜脯 它有說到是故意做到這麼大顆 我剛才一放下就覺得 怎麼這麼大顆 沒錯 我覺得上次吃過 我覺得很好吃 你試一下 我第一次吃這麼大顆的菜 剛才你一吃下去的時候 是有ASMR的 因為平常你一吃 我很喜歡吃的 麻煩 怎麼辦 根據剛才的規矩 它來到 無論你在說什麼都好 無論你在做什麼都好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撐到 我也很飽 但是我也很想試 加油 這次弄了 真的很熱 很熱 小心 謝謝 原來 小奶奶 大奶奶 大家 記得要小心一點 這個羊肉沒有拍得寫 只想吃吃 是完全沒有拍到任何東西 先拍完這筷子 不緊張大家可以快點 剛剛我們收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老闆娘說 你不是來到的時候要叫 如果你吃餡餅的話 你是在排隊的時候 甚至是你在外面打電話的時候 其實已經要叫定了 如果我會比較推介牛肉 多點 可能牛肉 它配合紫洋蔥 口感很好吃 這個就會變成是京蔥 因為我本身都挺喜歡吃羊 但它可能是京蔥 做了這個羊 我覺得沒有了酥味 所以不是很吃羊的人都可以試吃 是啊 反而 沒有什麼酥味 我都覺得不酥 但是你是會喜歡羊酥還是不酥 其實我喜歡酥 所以我覺得如果不是 在職團市裡面 有些人都不是很喜歡吃羊的 但也會吃也可以試吃 因為它真的不是很酥 而且配合了京蔥之後 我感覺會好一點 我覺得它是吃羊的入門 我覺得這個是 Rubana剛才有說過 它說這些餡餅 即是你馬上來到 你點了它才會馬上 拿餡餅出來包 入餡 然後拿去煎 所以它就會做到這麼多汁的效果 只有這麼多汁的效果 What you said What you said 很飽 很飽 剛才是說到 其實我覺得它挺辣的 對 我來說 但我覺得很過癮的 我擋頭的話 我是不會吃 但如果我不穿頭的話 就不停吃 為甚麼我穿頭不吃的辣 因為它會出汗 它會出汗 然後就令你的頭髮軟了 嗯 嗯 嗯 我已經是 已經是 之前問的老闆娘 她是說 我想做到這麼脆的口感 因為小顆一點 是口感的運動 這間店是自己做了一天 去賣給客人 有些人說想帶回家吃 我個人認為它是拌飯 嗯 加油 對 是 煎肉麻辣菜 補餃 但是它是否應該用這些菜料去做 應該是 而且它這個不是煎 對 因為我叫了湯 我想說你口辣 你不是說喜歡吃麻辣 我是就算被它們辣了 我都喜歡吃 在咬開一口 你便已經給麻辣味 你便已經給麻辣味 咬下去 我覺得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以點這個 沒錯 吃辣多辣 吃辣的朋友可以不買這個 不吃辣就不要點 真的不要點 你覺得辣 玩得入口的辣 但吃完之後隔了五秒 你不再吃 其實它整個舌頭已經很麻辣 很淺 但是 如果你是麻辣 嘩 但是如果你是麻辣粉絲 我看到它的反應 但是如果你是麻辣粉絲 我其實很推薦這塊 而且特別一點 麻辣菜 好像其他店舖很少見到的 都見過一次 但不是說我見到 你最喜歡吃哪個 我特意這間餐廳 我第一會是麻辣 第二會是麥魚 因為我在外面吃其他麥魚 我覺得麥魚沒有那麼重 喜歡吃麥魚 的人可以吃 因為它是很大 麥魚粒在裡面 但它反而肉的 比較少 如果是吃正宗的肉 就可以點了 其他 還有菜脯 也挺好吃 但是麥魚粒 我挺喜歡吃 這個我很喜歡吃麥魚彎 今次這個試食 就是這個 我已經飽到 很難完整的那句話 肚腩都突出來了 減了這麼久 肥 就是給這間餐廳 令你前功盡快 沒有盡快 我說一下 你不要太多想 為什麼你要怕我亂想 因為你就是會 這間店其實是它的分店 大角咀是主店 對 山東小城的主店 大角咀開了六年 這間就是分店 即是華盛冰室那條街 如果大家來到旺角 可以吃餐廳 剛才我說的牛肉餡餅 大家可以來這裡 整個地址會在 DESCRIPTION BOX IG都會在DESCRIPTION BOX 但我的餐廳是個人口味 真的很緊 因為這裡 它的皮是真的 又不是很厚 又不是很薄 還有一些餡 對我的羊肉餃子 是比較醬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吃 貓得很小 像日式餃子一樣 所以我覺得 喜歡吃餃子的 也可以過來試一試 看看這款式的餃子 適不適合自己喜歡吃 我自己喜歡吃這類型的餃子 可能中型的尺寸 但我覺得很脹 肉很多的 但可能我家人會比較喜歡吃薄皮 給你很少肉 一口吃完 這裡就不是 它有紫洋蔥牛肉 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想怎樣 沒有 好飽 你們自己過來發掘一下 可以嗎 他說可以喝這個 原來這個菜脯可以喝 那它是大 我下次再帶一個這樣的餃子 你教壞人 不是 沒有破壞規矩 下次有什麼吃 你們都可以投稿給我 你說來自己家裡 不如 我不怕 是不是可以過來報我 下次有什麼 你們說好吃的 都可以投稿給我 那我就再去吃 喜歡看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他的IG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